吉祥如意 大家好 吉祥如意 我们等人数 讲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 的运势 我们都讲了 到时候 我们还要细说细谈 细说细谈 慢慢说啊 慢慢谈 慢慢说慢慢谈 细说细谈 让所有的贵人们呢 更清楚 应该怎么做 但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讲一点点 讲一点点 这个 奇门怪事 在这个生肖啊 我们的习俗 过年的习俗 有什么东西 大家需要注意的 首先要跟大家说 2023年是属于 八运的最后一年 很多人说 九运已经来了 这个是威严总听 我建议啊 大家呢 就老老实实的 老老实实的 还是听一个方法 千万不要去 不要去管人家怎么说 你要嘛 听清楚 你要你就相信 就相信我一个人 我很自私的这么说 这样我们叫一门深入 你一门深入 你只相信我 那么 你遇到什么问题 我都能清楚 你这边吃一点药 那边吃一点补 那边吃一点药 那边吃一点土 那我们就很难了 每个人都关心他自己的运势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 真正懂得 教你怎么样去做你的运势 让我们的运势 一年比一年好 你想要马上就好呢 也不是不行 需要很大的这个智慧 去怎么样去操作我们的运势 2023年是最后一个 是最后一个八运 2024年呢 九运就来了 我们先不要谈到2024 我们先谈2023 2023 今年2023 我们的风水 大家一定要记住 叫做四门被封 什么叫四门被封呢 四门 在古代啊 在古代啊 我们有一个门 有四个门啊 在古代有四个门 东门 东门是给谁 给文官走的路 南门给谁 给商家走的路 给油车啊 商家走的路 西门呢 西门不开 西门不开 为什么呢 因为西门在秋天 要砍头的人 从西门出 秋天 秋后问斩 秋后问斩 就是这个意思 没有人在春天的 我们说春天 你摊一朵花 你看到春天 一朵十朵花上来 你摊一朵 你把一朵花 春天的时候 你十朵花上来了 你摊一朵花 春天摊一朵花 你把一朵花给摘了 秋天扫结一粒果 所以春天摊夺一朵花 秋季 你就扫结一粒果 所以叫春众秋收 所以秋天 就是我们说的西门 是肃杀之气 所有要砍头的 全部推到西门去 到了北边 北边这个门叫什么门 北边很奇怪 北边有两个门 一个叫德圣门 一个叫安定门 你们去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故宫那边 你们就能看到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个门 这个也叫做四大门 那么风水当中 我们也有这四大门 同样的 这四大门在哪里呢 在风水2023 大家千万不要反感听这个东西 我们一定要懂得 我们本身自己 2023年的运势 我们家中的运势 所以很多人 不知道的呢 就去摆这个九星镇啊 九指飞星 我二三十年来 我都教大家们 怎么去做这个九指飞星 但是今年2023年 千万别做 千万千万别做 为什么不能做 因为四门被封啊 四大齐门都被封了 这个就是什么门 北门被封了 南门亦被封 东门被封 西门亦被封 为什么呢 子门叫北门 入太岁阁 东门呢叫卯门 入太岁阁 五门入太岁阁 有门入太岁阁 最糟糕的是 龙门也入太岁阁 龙门也入太岁阁 所以今年老鼠 北门嘛 老鼠犯太岁 兔子 卯门 兔就是卯门 犯太岁 五 五是南门 也代表马 马犯太岁 凤凤凰门 也就是西 西就是鸡门 我们叫做凤凰 不叫鸡 叫凤凰 它是坐落在西 西属鸡 鸡也犯太岁 最糟糕的就是龙门也犯 就是属龙的也犯太岁 叫龙门也犯 所以四大门 包括了龙门 都犯了太岁 那怎么办 你千万不要去安排九指飞行位 千万要记住 一传十 十传百 这个大家要传出去 很重要 所以老鼠 马 这个兔子 鸡 还有龙 这五个生肖 在春季 如果你是属于这五个生肖 如果你是属于五个生肖 这五个生肖 其中一个 你就属于在犯太岁 那么犯太岁 我说过很多遍了 犯太岁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春天 是不是整年犯太岁呢 不是 犯太岁是正月 二月 三月 犯太岁 其他的月份 就要看 你的八字的走向 千万不要以为说 哎呀糟糕了 我属鸡 哎呀不是啊 我属马 我属老鼠 哎呀我属这个兔子 我属龙 哎呦犯太岁了 整年倒霉啊 不是这个意思 将近三十多年 四十年的梁师傅 你不信我 吃亏的是你 不是我 犯太岁没有犯整年 就只犯三个月 在十多年前 在我出道 五年 十年 我也是告诉你们的 犯太岁犯一年 我不能不承认的 到了二十年呢 看风水 看八字 讲座二十年呢 我还是告诉你 犯太岁了 这个整年犯太岁 到了二十年后 我慢慢的 啊 修学 理解 明白 懂得 通达之后 我才能知道说 犯太岁 只犯三个月 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很多属老虎的 说哎 犯太岁 很多属猴子的 说犯太岁 2022年 哇 犯太岁 哎 都不错啊 还口 还还告诉别人说 哎 我虽然犯太岁啊 我也没拜啊 你看 我不错啊 我今年啊 赚多少钱啊 人家都搞不清楚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犯太岁 只犯三个月 就犯在正月 二月 三月 所以这个大家知道了 就不担心了 当然了 九十天 九十多天 九十二天 还是要小心一点 不要爸爸压了 压压爸爸压了 不可以这样 所以大家要明白 这个道理 那就可以了 哎 那就没问题了 啊 那就没问题了 啊 如果你今天听到了 你刚刚进来 今天是你的第一课 刚刚进来 你就听到这个好消息 那我恭喜你 天没有绝你的路 天如果要绝你 你绝对认识不了梁振决 我敢这么样说 三十多年的 我在这个地方 看后面的 啊 看后面的公司 去查一下 他是不是经营那么久了 啊 如果以我的经验来说呢 就是人的 这个一世 就是三十岁 三十多岁了 将近四十岁 这个人 有屋子 有车 结婚 生孩子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今年2023年的风水 四大门被封 龙门亦被封也 四大门被封 龙门亦被封也 以生肖来说 就是四大生肖 那么这个门啊 代表什么呢 这个地方代表什么呢 不是你的家的东南西北 不是 是在告诉大家 是在告诉大家 一件事情 就是九子飞心里面 四大门被封 龙门也被封了 包括乾隆皇帝的 这个前置 就是我们说的西北门 所以西北门和西南门 西北门和东南门 这两个门对应啊 龙门被封 西北呢 西北入五皇 招不招呢 所以所有家里的主人啊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这就是为什么 我告诉大家 我们不管住进一间家 多少年 你都要埋地 大门一进去啊 就要埋地 大门一进去 你不埋地啊 那就完了 那就麻烦了 为什么呢 因为接下来2024年啊 都是属于什么 都属于酒运 酒运啊 20年 酒运啊 是20年 走酒运到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关注我 先别烦恼 关注我 你生下来 就是要过好你的生活的 我是配合着你 当你的生活 你的事业 你的财运有问题的时候呢 我拿着扫把 帮你扫你的 这些不好的东西 That is my job Because I am a romance and I am a fortune dollar 我该做的就是这些 你该做的就是 好好的去过你的生活 我不知道你们听了懂听不懂这句话 所以今年的九指 应该九指飞行 应该要注意什么呢 我告诉大家 直接的一件事你要注意的 只有一件事 把五黄给解决了 你把五黄给解决了 OK啦 就漂亮啦 把五黄给解决了 第一 第二 把三萨 给抵挡了 把五黄给解决了 那就没事啦 那就没有问题啦 那就没毛病啦 所以呢 大家要记住 把九公棒放在哪里 放在西北方 你什么问题都排除 那么厉害吗 当然那么厉害啊 这个就是九公 看不到啊 这个就是九公 这个呢 十字金刚柱 十字金刚柱 九公 这个 庄账 庄账 三百多块 我们不是送给你们了吗 还要什么话说 对不对 五百多只 送出去了 没毛病 送出去了 有些贵人们呢 我们称客户叫贵人 为什么 没有贵人 我算得了什么 对不对 你们不是我的上帝 你们是我的贵人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能明白 我今天讲了那么多 我是不是应该要卖这个了 来来来来 我给你们了 喜欢打加一 喜欢打加一 没必要 但是大家要明白 要懂的 过年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问 在五六年前 还是十年前 我有一直在提供给大家 找一个日子 去银行进钱 那么今年呢 根本不需要 今年如果你们敢进钱 这是你们的问题了 不是我的事了 我们说什么 听话照做 不要听了话 照自己的方式做 我得不到利益的 你去银行进钱 又不是去我的银行进钱 我阻挡你干嘛呢 没有什么好进钱 不进钱的 今年没有这个 不是每一年都是这样子的 今年没有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四门被封 龙门亦被封 你还要进什么钱 有空的时候呢 就多进钱 明天就可以去进吧 进吧 天天进钱了 没有一定的讲究 没有一定的讲究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我是苦口婆心的 一直在劝大家 西北如果是缺脚的话 怎么样呢 西北缺脚 今年2023年没事 恭喜你没事 但是西北缺脚 根本就不是一个男主之宅 根本就不是一个男主之宅 就像我们的手 我们的手 有着左手右手是多好用的 你把你的右手砍掉了 对不对 今年2023年嘛 我的是缺的 我缺着手的 其实你今年是没事了 下来的日子是不方便的 真正风水 四方不缺 古代有一个人叫做胡雪岩 你们去查一查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话 叫胡雪岩 叫做一瓶商人 他是一瓶 一瓶红顶 红顶是一瓶 红顶商人 胡雪岩很有钱 现在他的家 这个被封还在 药铺还在 你知不知道 他的家 他那么有钱 富可敌国 但是他整间家 就缺了一个地方 叫西北 为什么呢 因为西北方那边 有一个剪头法的 不卖给他 你有钱 你全部都买了 我就不卖给你 一个是在 理法的 剪头法的 他不卖给他 一个小位置 西北方 他也不当一回事 他可不可以借用他的势力 来压垮他呢 可以 但他没有这么做 随便啦 没关系啦 就这样子算了 最后呢 满门操展 自己啊 落入了一个 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么 我再跟大家说 再跟大家说 如果 找到了西北方 你们放西北方 那就没问题了 那就没问题了 所以啊 在这里啊 很重要的 要跟所有的贵人们讲啊 今年的九指飞行 一 千万不要碰 第二 不要去尽钱 但是正月初一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记住 正月初一 我们说 要增财运 增加财运 要怎么增 首先 要懂得 什么叫舍 什么叫得 我们叫舍得 舍得 能舍才能得 有多少贵人 真心诚意的 只对我一个梁正觉 我并不是自私 我不是自私 有多少贵人 真心诚意的 只有一个梁正觉 他虽然认识的师父很多 但是就是一个梁正觉 就是我 一个人 只要是这样子的呢 到现在为止 他们都是顺顺利利的 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我们不要说风水 不要说八字 单单说看一生就好了 你这边看一个 这边看一个 那边看一个 那边看一个 你都乱了 吃亏的是谁呢 医生 不是 是自己的身体 大家要记住 要记住这件事情 那么 我今天跟大家 说一下 什么叫做 增加我们的财运 在正月初一的时候 注意 请注意 在正月初一的时候 要做些什么 在正月初一要做些什么 听清楚 正月初一 当你 有一件事情就是 你家有没有属老虎的 有 不要叫醒他 让他自然醒 我的意思就是 夫妻 比如说夫妻 孩子也可以 妈妈也可以 没有关系 就睡的 起来了 你起来了 那个属老虎的还在睡 让他睡 他抱着你 没关系 你千万不要 哎呀完了完了 老虎抱着我 没有没有 不是 只是叫你不要 叫醒他就好了 他自然醒没关系 如果你醒了 他也自然醒了 你不要赶快跑 老虎来了 快走 哎呀不是了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他醒了 你老虎也醒了 那就醒了 就没关系了 你不要去碰他就好了 不要说 起来起来起来 就是不要这样子 然后你在里面摔牙摔牙摔牙 老虎走进来了 摔牙 你不要说 你不要进来 别这么些样子 哎呦 大口呆 是不是啊 不是这个样子了 就不要叫他就行了 听懂了吗 我昨天说了之后呢 全部都担心了 哎呀师父啊 我有两只老虎啊 怎么办啊 你别叫他醒过来就行了 就让他自然醒 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啊 你们别把它搞得复杂 而且啊 不要一传十四传百 百传千千传万 越传越乱啊 千万不要越传越乱啊 哎呦 我告诉你 你玩啦 梁师父说 你家有老虎啊 哎呦 你死哦 哎呦 玩哦 哎呦 不要乱讲啊 啊 千万别乱说了 一个那个 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好 做到你后面 啊 所以要记住 好 第一 第二 每一个生肖 每一个人 早上的时候 啊 大概是早上九点的时候 有没有拜神啊 有没有拜佛啊 哎 有没有拜祖先啊 要早上起来 啊 就 全部啊 就烧香 啊 把窗口打开 把这个 这个木门打开 那铁门我不可以叫你开啦 这不是安全嘛 我不知道安不安全 我不知道啊 就是木门打开 开木门就好 开木门 为什么不要开铁门 我不知道你这样安不安全啊 那安全你就 你就开吧 啊 安全 安全你就开 不安全 不安全 你就关吧 啊 不安全你就关吧 啊 要记住 啊 把全部的窗口都打开 来了 问题又来了 师父啊 开一半可以吗 哎 你就不能开完它的 哎 我上面还有一个小窗口呢 能不能开啊 开啦 就开了 那我很矮了 开不了了 那就不要开啦 对吗 那就不要开啦 哎呀 你别老问这样的问题 你知不知道 哎 我的天啊 我叫你们拿 买巴黎橘子 哎 就问我 哎 中国的好呢 还是意大利的好呢 还是啊 什么 哎呦 随便啦 啊 随便啦 啊 你知道吗 去年啊 我叫你们买那个橘子啊 人家就问我了 哎 师父啊 难怪我今年不会中马票 我说为什么 我的橘子啊 有那个招牌 还有那个价钱 我没有撕出来 你看 不是这样子的 就把它撕出来 哎 你们拜神拜佛 你们的那个水果啊 水果啊 一定要把那个brand给撕出来 知不知道 记住啊 又学到东西了 啊 然后怎么样 增财运呢 来 听清楚 听清楚啊 不能笑 不能不笑 给AV贵人 太坏了 你太坏了 你啊 你太坏了 还叫人家不能不笑啊 真的 我告诉你啊 哎呀 你没有去听我们的十二生教讲座 哎呦 叫他买黄梨 啊 就简单一个黄梨 他问我了 哎 那黄梨要大利的 小利的 要什么中国华丽 还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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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南西 什么印度的活鱼 哎 真的 真的是这样 早上的时候 或者下午 随便你们 总而言之 你花第一笔钱的时候 第一笔钱 第一笔钱 正月初一啊 正月初一啊 花第一笔钱 就是 这个正月初一的时候 这个第一笔钱 第一笔钱 好 比如说你拿一个十块吧 拿一个十块 去楼下 买一点东西 一定要买 十块 买一块的东西 那不是变九块吗 对吧 他找你九块 你是不是不见了一块 对不对 你是不是不见了一块 你买一样东西 我买这个 多少钱一块 好 我给你十块 你找我九块 是不是 这个九块在你的手啊 那一块不见了 对吧 但是 这个是一个物品 这个物品就是一块 明白吗 就是 我们说舍得 舍得 你不但得了 你还能得回一个物品 这是一个争裁运的方法 然后这个九块放哪里呢 放在红包 放在红包 这个红包你要怎样放 红包你要怎样放呢 你要记住 我们有没有一个红包 拿一个红包给我看 然后你再找一个随随便便的红包 我告诉大家 怎么样红包 我教大家怎么样 怎么样去 什么叫做红包 但是 你不要拿太大张啊 五十块真的太大了 然后真的买一点东西 那么是不是一定要买一块的 不是啊 有时候你买 你买五块六块 对不对 剩四块也行的 好 什么叫红包 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红包 这个叫红包 这叫红包 看到了吗 一个都没有吗 他不是有哪一个 今天他说 红包 对啊 拿给我一个啊 不要开啊 你看 这是不是一个红包 是不是一个红包 不说不知道 一说吓一跳 这个就是一个红包 对不对 这是一个红包 然后呢 你看 这个红包 这个红包 看一下 白色的 这不是魔术哦 注意哦 看哦 白色的 这不叫红包 懂吗 这个如果要放福啊 要放咒啊 要放什么啊 过年的时候 我不是叫你啊 拿十块钱去花 花的时候 剩四块 剩三块 两块 不用紧 还有一毛两毛的 全部放这里 然后这个呢 你可以收最少的一个月 收整个正月 要不然最多呢 就是收一年 如果重要的事发生 你还是可以用这笔钱的 明白了吗 这是一个 这种呢 这种就叫做红包 这种就叫红包 你看 这边 这里 都是一样的 这叫做大吉大利的红包 我们给爸爸妈妈的 我们要给这样子的 我们给爸爸妈妈的红包 我们要给这样子的 给孩子的 给老婆的 给老公的 都要这样子的 这叫做内红外红 视为红包 叫内红外红 对 好 明白 你看 一听就知道了 有些人刚刚才上线 又可惜了 又错过了 是不是 又错过了 这个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说 过年 今年 2023年 过年不穿旧鞋 什么叫做旧鞋呢 不要误会 一定要去买新鞋吗 当然新鞋肯定是新鞋 但是我教你 所谓的旧 不要误解它的意思 就是要把它弄亮 擦干净弄亮 不一定是要买新鞋 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一定要记住 那么 想要增加你的运势的人 还有一种方法 不管你有没有犯态税 你想要增加你的运势 你要把你的经营手势 一定要记住 贷的时候一定要亮 经营手势一定要亮 一定要亮 要怎么样亮呢 记住了 听清楚了 听清楚 要怎么样才亮 我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小贴士 首先 煮水 煮水知道吗 煮水 水不要太多 差不多 差不多就行了 差不多就行了 然后呢 煮滚了之后 放柠檬 柠檬知道吗 我们说的是 那个青色的 酸肝 大酸肝 大柠檬 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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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粒圆的 它是圆的 它是一粒是圆的 圆的 不是那个柠檬 不是那个黄柠檬 是那个绿 青色的柠檬 有些人说粗皮的可以吗 可以 滑皮粗皮都可以 然后把它切 三粒 把它切 切了之后呢 摁住 摁了之后 把全部都丢在里面 三粒变六片 把它全部摁了之后 放在里面 给它煮滚 煮滚 然后再把你的什么 再把你的这个 放在里面 再把你这个 放在里面 明白我意思了吗 放在里面 放金 你不要把你的手表 放在里面 那肯定会坏 对不对 练 你放在里面 大概煮五分钟 五分钟 八分钟也行 十分钟也没 无所谓 好了之后 再用架子把它夹起来 关火 然后把它夹起来 它滚了之后夹起来 如果 煮到金不见掉了 那你的金是什么金 你的金是太白粉做的 什么 怎么会不见掉呢 对不对 就放在里面 好 所以要跟大家说 你这样子 然后煮了 拿起来 Shining Shining Brother Sister Shining Shining 打油找钱 可以吗 可以 这个就对了 对 打油找钱 打油找钱 对吧 你一百块 他打五十块 剩五十块 不错 这个idea不错 不错 很好很好 不过有些人没有油 他没有车 那怎么办 对不对 有些车充电 怎么办 是不是 OK 好 来 告诉大家 继续 有很多很多的小提示 那这个钱收到红包里面 可以用多久 你可以过年之后就拿出来用 过年过完 二月初一就可以拿出来用 要不然呢 要不然就是 初一的时候 要不然就是整年 整年到了冬至才用 也行 但是中间遇到 发生到 你需要一笔钱的时候 你就拿来用了 你千千万万不要 没有钱 坐打车 这边还有五十多块 还不可以 我要走路回家 那就惨了 用一点点 不用用到完也行 明白吗 这个就是什么 争财运 你试一下 maybe你会在背后说 哎呀 this fellow 迷信 you don't try you don't know you must try then you see 迷信 or not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 还有一点 吃团圆饭 大家知不知道 你吃团圆饭 吃团圆饭 你每一粒米 都不要浪费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你不要浪费一粒米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理解我的意思了吗 哎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一半 窗口全部都打开 木门也打开 铁门我不知道 铁门安全你就开 不安全就不要开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呢 在九点 大概早九点 九点 出一点点 要开什么呢 要开这个音乐 要开什么音乐 我的手机拿来给我 要开什么音乐 对不对 要开什么音乐 开五诗 开这个 这个好像不是很好 不会不会不会 这个五诗的不会 五诗的不会 五诗的不会 你们自己去找吧 你们自己去找 为什么呢 我告诉大家 我们要开五诗的 早上的时候开五诗的 你看很难找 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话呢 你们可以用嘴 用嘴 我每年都教大家用嘴 那种这样子的 但是老婆 三十分钟 老公三十分钟 你这样子 就是代表说 老婆继续 一个小时就够了 你会发现到 嘴巴求婚了 嘴巴会抽筋 知道吗 大家要记住 我每年都教你们 记住 千万不要去 千万不要去 动动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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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料料 你说吗 你不要 动动轻 动动轻 那个是什么 公罐 那个是公罐 然后面再来一句 月亮在哪里 来 stop all this nonsense 现在 报告 十二生肖 来 属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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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猴呢 月德 月德是属猴 月德心就是属猴 这个月德心 很多很多人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 什么叫月德心 你们去百度 去书局买一本 买一本书 自己去查就可以了 没用 你懂月德心的含义 没用 你要知道 怎么样才能得到月德心 所有属猴的打架义 我们不是属猴 我们祝属猴的人 吉祥如意 我们写一个 吉祥如意猴 或者猴 吉祥如意 代表着 什么叫吉祥如意 吉祥如意 就是欢喜世界 就是我们回向 很多人说 我不是属猴的 但是你还要听 为什么呢 因为 2023年 你一定会遇到属猴的 你遇到属猴 你就会知道怎么办 你就会知道 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 你就会知道 那么月德心 天解心 红卵 还有这个 这个叫 这个叫 国印 叫什么呢 叫国印 我们一个一个说 不急 我们一个一个说 属猴的要注意 春季 整体的运势 是不错的 整体的运势 说实话是不错 但是 有多少人知道 月德心 虽然是吉星 他碰到了什么 他创到了什么 他去创到了什么呢 创到了小号星 月德小号 我不知道是小号创月德 还是月德创小号 总而言之 以星数学来说 月德心和小号星 同起在一个地方 让属猴的人 要注意的事项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我们赶快回向给属猴的人 小号作祟 要化解小号 你不化解小号的话 所有属猴的 不要说月德地天 你根本在三个月内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 得到月德心 所以属猴的人 只能听到人家说 属猴的月德心 月德心 你会不会得到呢 你保证能得到吗 月德心就一定要照顾你吗 你是谁 对不对 中文叫做猴子 对吗 英文叫monkey 没有什么特别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注意 要怎么样注意 就像我 我去一个restaurant 因为我穿的裤子 是短的裤子 他说不能进去 比如说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月德心 你 违背了他的方法 你违背他的穿着 他就不让你进去 你不管多有钱 他不让你进去 你不管是谁 他不让你进去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 想要得到月德心的帮助 所有属猴的朋友 想要得到月德心的帮助 一定要注意一件事 一定要注意一件事 那就是先把小号心给除去 那月德心自然辅助你 你如果懂得怎么样处理小号心 那你就没问题了 所以月德和小号 他创击在一起 所以跟你说月德心叫什么 什么叫月德心 你听我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 我天天都在讲月德心 每一年我都在告诉你 月德心不同 但是今年我们发现到了这件事情 就是先除小号 那么小号怎么处理 很简单 你可以去药材店 买一点这个日常用品 买一点日常用品 为什么一定要药材店呢 多压肉菜脯 卖板都没 这个是真话的 真正的话来的 不要吝啬 不要吝啬 打上直详如意属猴 不要吝啬 那么属猴的朋友 属猴的朋友 很容易影响你的 很能够影响你的 就是这个小号 怎么办 去药材店 买一点日常用品 那你就解决了 那就解决了 问题就没了 买多一点 日常用品买多一点 你要买补品也行 都行 你买了之后你就知道了 想要得到月德心的护持 帮助 保佑你 那么心情你一定要开朗 因为月德心 很多人很多人都不知道 月德心 它是很在意心情的 如果你专在月德心 是怎么样 是怎么样 是它是这样 但是你要怎么样 才能够让它来帮助你 那就是开朗的心情 这个很重要 很多人 就觉得说 我不是属猴的 我不用听 那就错了 当你遇到一个属猴的来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去让它能够帮助到你 所以跟属猴的在一起 你要记住 你要开朗 你要开朗 你有属猴的朋友 属猴爸爸 属猴妈妈 属猴孩子什么的话 只要有猴 你一定要开朗 这样你的运势就会好起来 你的运势会越来越好 你要记住这件事 既在正月参加上礼 很慈悲 大家都非常慈悲 真的 你们都很慈悲 吉祥如意猴 吉祥如意猴 我们把吉祥如意回向给属猴的 让所有属猴的都很好 我们做人 做事 都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用慈悲的心 吉祥如意 你绝对不是 Hello how are you 不是 而是真正真正的回向 真正的回向 那么既在正月参加上礼 属猴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我这句话 一定要记得我这句话 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 因为属猴的 也是三煞之门 三煞 总共五个门 三煞五门 不亦破 三煞五门 不亦破 几时买 药材店开了 你就可以买了 药材店开了 就可以买了 看它几时开 正月初八 初七 初六开了 你就可以买 进去里面 买一点东西 买那个 买什么都没有关系 买什么都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对 吉祥如意猴 这样子是一种回向 是一种大回向 清明节 一定要供养祖先 因为清明节还在三月 所以所有属猴的人 你要悦得心帮助你 你要遵守三件事 第一件事 心情要很开朗 悦得心才会来帮你 要不然 所以懂得悦得心 随便你们去看书本 就知道悦得心是什么 但是你得不到 所以我教你这个方法 第一开朗 第二正月的时候 千万不要参加任何的丧礼 但是给白金是可以的 第三 清明的时候 一定要去供养你的祖先 要去拜一下你的祖先 这个很重要 这是很重要 春季要控制好你的心情 所有属猴的朋友 你春季要控制好你的心情 人家 这样啊 气你啊 什么什么 人家气我 我不气 我若生气 中他气 接下来三个月 就是正月 二月 三月 接下来三个月的运势 就谋满台了 你看 听十二生肖 要这么样听 我讲了二十多年 三十年 很多人啊 过去二十多年 前三十年 都在听我讲 十二生肖 他们都听 听我的这个 十二生肖 所以就知道了 师父讲的 十二生肖 真的 有钱也买不到 真的 梁师父讲的 十二生肖 你有钱都买不到 我讲的 让你明白 让你清楚 让你了解 我告诉大家 千万记住 听梁振决讲 十二生肖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不要怕凶心 因为凶心 你知道怎么样 prevent它 就没事了 比如说 我们遇到的凶心 是什么呢 是 你会被交警抓 那你奉公守法 对不对 你过马路也好 你驾车也好 speeding也好 不要喝酒驾车 那你就没有了嘛 是不是 这个就是教你 怎么样化解 急心来你也不要开心 你未必能够得到 凭什么急心 就要是你的 你是属猴 他急心都给你 不是 你要知道 他的slip 他的batten 是怎么样的 你就能够得到 那么健康方面 健康和悦德心 创在一起 健康和悦德心 所以悦德心 去寻我们的健康之方 悦德心 寻我们的健康之方 听清楚 正月出生 正月 我是说正月出生的猴 你是不是属猴的 是 你是不是 家个吃死爷 是 你是正月出生的吗 是 你是正月出生的 那么正月之猴 春季的运势 比较逊色 属猴的人 如果是在正月出生 他的前半四十年 是比较辛苦一点点 属猴的人 在正月出生 为什么呢 我们叫做年之为生 月之为盈 身盈相冲 视为地之相冲 冲什么呢 冲年月 代表什么呢 代表着 你的少年成年 路不好走 过了成年 皆是顺利 皆是顺利 所以要注意 年月递之 盈身相冲 健康则不佳 所以所有的属猴子 如果你是在正月出生的话呢 这个月得心 月得心 就没有办法照顾到你 就是这个意思 来 所有十二生肖 请注意 所有十二生肖 请注意 要注意 对 不要染头发 是 但是 大家 大家这方面要注意 染 染头发 来 所有的十二生肖 请注意 你如果是三点到五点早上出生 来 听清楚 三点到五点早上出生 听清楚 所有十二生肖 不管你是生肖是什么 来 请听我讲 请听我讲一句话 三点早上到五点早上 你是不是三点早上到五点早上出生 第二 你是不是三点下午到五点下午出生 再说一次 三点早上到五点早上 三点到五点的下午 如果是的话 我告诉你 如果是的话 你的运势 你的运势 现在慢慢慢慢的康复了 千千万万不要乱乱 在现在这段时间还没有过年的时候 不要到处乱跑 千万不要惹势了 你的运势已经慢慢开始 慢慢开始 慢慢开始复原了 慢慢开始复原了 我建议所有的生肖都要懂得供佛 特别是供我们的保身佛 特别特别是供我们的保身佛 每天在家也可以供灯 多来本中心扫天马旗 我们这里有这个free service的 帮你扫天马旗的 就是扫一下天马旗 你看一下你的运势好不好 对不对 好的话就没问题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生肖猴要过几岁才顺利 不可以这样说 不是这样说的 听错了 听错了 我是说属猴的人 如果你是在华人正月出生的话 你要特别注意 你一定要过了你的大运 四个大运之后 你的运势就会顺了 不是生肖猴 跟生肖猴的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地解心 地解心 大家要注意 所有生肖 不是 这个属猴的生肖要注意 地解心是在说属猴的人的财运的 在说你的财运 一定要注意 属猴有地解心的帮助 恭喜你 财运有所增加 财运在正月二月三月的时候 会有增加 地解是什么 地解就是增加我们的财运 地解总共有几篇 说地解总共只有一篇 一篇说这个地解 估计我只能说估计 我只能说估计 大概有两百多 两百多个字 大概两百多个字 大概 他说的很简单 地解心 乃 增财运之意也 逢地解心出现 逢地解心出现 个人财运 并会增加 定会增加 所以呢 所有属猴的朋友 财运有所增加 这是一件好事 装修最好 过了正月 过了正月才装修 所以大家明白了吗 我看风水 看命 宝宝取名 什么吉日 你能想得到的 我都能看得到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装修 如果属猴的想要装修 一定要过了正月 会比较好一点 装修到一半呢 那选一个日子 再继续再开工 那么打算卖屋子 打算我卖 我想要卖屋子 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价格 你会喜欢的价格 你会喜欢的价格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而且 月得心 月得心和地解心 两个创在一起的时候 两个挤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你的事业 就是你的事业 会帮助到做生意属猴的商人 所以月得和地解 这两个心装在一起 那些做生意的属猴的呢 不错 运势是挺好的 会增加你的财富 所以我们说 但是要记住 春季 所有属猴的要注意 春季 少进货 春天来了 正月 二月三月的时候 货少一点 反而 多请人 人 人才要多一点 多吸收人才来 这个很重要 打工的朋友 打工的朋友怎么办 我是属猴的 我是打工的怎么办 打工的朋友 做好自己 分内的事情 你就没问题了 有一颗心 属猴的你必须要注意 他在你的运势中 乱乱跑 那叫死扶心 叫死扶心 随意相信人 你吃大亏了 死扶心就是 让你吃亏 所有属猴的 千万记住 虚猴 不能财 不能财 相信人 你借 你给他寄 给他好事 你给他寄 给他好事 你也明白 知道吗 所以要记住 这个死扶心 千万不要太容易 就相信人 吃亏的是你自己 吃亏的是你自己 那么红艳 红艳是对于姻缘 红艳是对于姻缘 红艳对于 谈恋爱的人 还有结婚的人 是属于第三者 的介入 对于单身的人 就非常好 No problem 只是恋爱的 情侣和夫妻 你这个要注意 单身人是 在春季 容易遇到 心仪的人 所以 这个猴子离了婚了 或者是单身的 都是 very good very good 有些人是比较内向的 这个你要注意 你自己要注意了 你自己是属于内向 不可能人家 来到你家敲门说 要认识我吗 不可能吧 对不对 内向的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 有些时候我们要细说 我们要细说 来 我们来说 属鸡的 属鸡的 很多人说 属鸡到我了 那你错了 所有的生肖 都要听一遍 为什么呢 因为你遇到的 任何的朋友 同事 亲人 他们都有生肖 只要你告诉我 你的生肖是什么 我就直接什么呢 我就直接的 就知道你的运势 属鸡的 明年 属鸡的 千万不要 自编自导自言 什么意思呢 属鸡就是没有疾心 敢说属鸡的有疾心 就是外行 就是搞事 所以我才告诉人 告诉你们 属鸡的朋友 你一定要知道 凶心为何物 你就知道 怎么样去阻止凶心 来侵犯你 这个就很简单了 来 属鸡的朋友 来 第一 记 三个月 正月二月三月 记 参加白事 所有属鸡的朋友 不要参加白事 但可以交白金 可以交白金 有些人说 自己家人怎么办 去 你不用问的 自己家人 就要去 一定要参加 就没有办法 那么第二 既看到棺材车 有棺材车经过 没关系 看到没关系 我们就不要再看 不要再一直这样盯着 就好了 要记住 属鸡的 我在教你们 没有疾心 我教你几个方法 对 吉祥如意鸡 对 我们要鸡 吉祥如意 吉祥如意鸡 我们要这样子 回向给属鸡的 让属鸡的 现在就是我们发挥 我们慈悲心 回向大回向的时候 吉祥如意 这四个字 不是在告诉大家 哈喽哈喽 吉祥如意 哈喽哈喽 你说哈喽就好了 吉祥如意是什么意思呢 说出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你听得到吗 吉祥如意 四个字你听得到吗 听得到 自我灌顶 他听得到吗 听得到 自我回向 他又回复给你 吉祥如意 那又是自我灌顶 又是自我回向 吉祥如意 吉祥如意 这样子的一种交换 是一个大磁场 理解了吗 因为吉祥如意 就是欢喜世界 吉祥如意 就是聚得净土 就是我们的 南方世界保身佛 那么 那么还有一点 棺材车在走过的时候 如果他有那个影子的话 影子 比如说前面这边 有一个棺材车 他有那个影子 我们千万不要被影子刮过 你就算是迷信 也是无所谓的 这也不是说 相信了之后 你全身会掉毛 对不对 不可能的 那么第三 记探病 什么叫记探病呢 就是我们去医院 这些的话 可以避就避开 不能避的话 也行 身上带一些东西 回到家的时候 一定要冲正觉草 白氏红氏也好 白氏桑里也好 不管是去探病也好 回到家 一定要冲正觉草 正觉草重不重要 重要 正觉草非常重要 要冲正觉草很重要 正觉草能够让我们呢 就是看不到的那些物器 全部冲了之后 所以有一些人 每天都冲的 他不用说的 他是天天都冲 天天都冲 这个正觉草 那么再来呢 就是第四 感觉到不安 就要做出正确的决定 当属鸡的朋友 因为你感觉到有一点心灵不安的时候呢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你感觉到的时候 你就要做出一个最好的判断 比如说你要上飞机啊 要坐车啊 交通安全这些 你就要注意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给所有属鸡的人 在正月二月三月的时候呢 怎么样呢 补运 为什么 因为再加上说 属鸡人也是犯太岁嘛 税破心嘛 对吧 你一定要补运 怎么样补运 我们叫供养太岁 供养太岁 所以如果你们有小黄书啊 你们可以翻开 120 122 125 130 135 126 全部都是教你如何增加运势的方法 增加运势的方法 那么属鸡的朋友 还有一个心叫做大号 大号是什么 没有关系 如果你想要装修你的家 那大号是什么就破了 正月二月三月记住 只有这三个月 只有这三个月 你千千万万记住 只有这三个月 不用太担心 多来我们公司 多来我们公司 然后佩戴一些吉祥物 佩戴一些东西 冲这个正觉草 供佛 供登 那供佛 那个功德就很大 福报也很大 对不对 那么在供登 那更好 所以所有属鸡的 几乎不用太过在意 也不用太担心 也不用太担心 这个很重要 那么很多人都说 很多人都说 师父 这个西北方 西北方 因为今年2023年 今年2023年 四门被封 龙门亦被封 听清楚了吗 四门被封 哪里哪个四门 叫我们在八字里面 叫中神 也叫子方 北方 卯方 东方 五方 南方 有方 西方 叫做四门 叫四门 另外一个呢 子方 北方 属属 属老鼠 这个 卯方 东方 属兔子 五方 南方 属 属马 有方 西方 属鸡 龙门 也被封 也叫做 龙 属龙 东南方 这五大门 都被封 这五个生肖 都犯太岁 所以 九子飞心 千万别碰 再加上 忍水 千万别 这二十多年来 我以前 二十多年前 有教你们 安忍水 之后呢 我有建立大家 千万别安 这个八运啊 我从来就没有 叫你们安忍水了 今年是最后一年 那明年呢 根本就不需要忍水 根本就不需要 根本就不需要 所以啊 有忍水的话 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么真的有忍水呢 我在这里再重复多一次 很简单 哪一块大块的红布 大块一点红布 这个是忍水 哪块大块的红布盖住 然后用rober band绑起来 或者用costage绑起来 绑起来之后 把它拿去什么呢 放什么呢 放在那个 我们叫做那个 叫做什么 boxes box 然后再放在树下 就没事了 就没事了 好 那么 几时这么做呢 二八 二八 农历的二八 农历 农历的二八 二八 二八 农历华人 你这败 你这败 你败 你败 爱记住 二八 不可以在其他日子 好 除人水是比较麻烦的 是不能够安的 安了人水 我告诉你 十个人安 不会好 他们不会看到什么好的 你安了就知道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梁师傅的话 看你听不听 好 来 我们继续说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 我教大家 在今年绝对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西北 在西北的时候呢 你放这个 那么明年后年二十年四十年都可以用吗 我的东西啊 是用一辈子的 不是用一次的 是用一辈子的 我从来不卖 一年一年之后你要换 东西要请掉 然后再换 开什么玩笑嘛 这样子 这样跟赚钱 跟抢劫了 这样跟抢劫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而且还有永远 永远不变的这个庄长 看到吗 永远不变的庄长 看到吗 看到啊 所以要记住 要记住 那么有些人说 师傅 有没有 你以你三十多年经验 九宫 为什么要放九宫 我告诉你 九宫 它是能够增加我们整间家的磁场的 九宫是能够让我们整间家的磁场啊 都在一个非常非常 这个高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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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运势中 家里有九宫 如同佛陀在你的家 风水 遇到了不好的风水 就只有一样东西能帮助 就是九宫 就是九宫 九宫 九宫球 九宫球当然没有它的力量大 但是还有一种 就是什么呢 我们叫九宫话 九宫话 非常非常好 很多人 很多人听了之后呢 在外面请的九宫话 都是乱七八糟 都是乱七八糟 我梁振爵三十多年 我认识的西藏的师父也很多 认识的喇嘛也不少 喇嘛在画的时候 他们的那些粉状啊什么 都是有特别加持的 都是有特别加持的 九宫真的非常好 师父没有西北呢 没有西北就惨了 没有西北你今年没什么事 但是你接下来日子就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西北是男人的主气味 所有男生 所有男主人 主气味就是西北 没有西北 刚才我说了 那就糟糕了 你只能2023年没什么问题 但是下来呢 近20年40年你就麻烦了 所以啊 要注意 那么我们再说一说 为 为何没有西北 他缺脚 他缺脚 文贵人他缺脚 所以这个 这个九宫图啊很重要 我告诉大家 九宫图啊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以前在三十多年前 我跟人家看风水的时候 一个小小个的九宫图啊 我都找不到 而且价钱特别贵 三十年前的九宫图 三百多块 四百多块 六百多块 特别贵 那时候的六百多块 这很贵很贵啊 很贵啊 非常贵啊 真的贵啊 这不是开玩笑的贵啊 师父我有九宫 九宫囚和九宫棒 怎么放 你都可以放在西北方 都可以放在西北方 如何是好 如何是好 我也是有给师父看过风水的 那你就不用担心了 iv 那你就不用担心了 那你不用担心了 我 你如果给我看过风水 我教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那你就没事了 那你就没事了 不用去担心 所以啊 什么冰水 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 什么叫冰水 我也不明白 所以大家要记住 要记住 我们要怎么样 怎么样把这个九宫 九宫 你九宫话 你挂在你家的任何的一个地方 客厅 当然也不要挂在夫妻睡觉的房间 是不是 你可以挂在孩子的房间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九宫图 你挂在你的客厅 我教大家来写下来 九宫图 如果对着 九宫图 如果是对着 听清楚 对着 对着什么地方 对着你的大门 也就是你一进门 就看到九宫图 那是代表着 出入平安 回到家 任何不干净 不该进来的东西 绝对不会进来 这是一定的 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 听清楚 第二 如果你的九宫图 对着你的家里面 你没有对着窗口 对着你家里面 那么 让所有家人的运势啊 都是在最高的状态 就在你们睡觉的时候呢 或者要走去工作的时候 还是什么 他照着你们家里面 所有的屋子啊 所有屋子的人啊 都是顺利平安吉祥 那么如果是对着窗口呢 对着窗口又怎么样 对着窗口 客厅的窗口 那是 或者是天台都可以 代表着画撒 所有一切 三撒 什么都不会来 干扰你们 所以有些人啊 不是夸张 他们一进门的时候 就看到一幅九宫画 要出门的时候 又可以看到一幅九宫画 一间家 他放了三幅 还有一幅呢 对着客厅 对着窗口 可以吗 绝对可以 这绝对是正确的 这绝对 绝对是正确的 当然 美观也是很重要 美观也是很重要 有些人 把他的九宫画 对着什么呢 厨房的进口 就是你从厨房走出来 你就可以看到九宫画 不用直直 不用直直 从厨房 比如说我现在在厨房 我厨房 我走出来 就看到 就这样看也不用紧 不用紧 只要看得到 那就是帮助你的太太的运势 就是帮助你太太的运势 那么一回家就看到呢 那是帮助你先生的比较多 如果你出门的时候看到呢 出门 我要出门咯 看到九宫 我才出门 就是回家的时候看不到 出门才看到 帮助你的子女 如果你的这个九宫是 罩着窗口呢 画杀 最糟糕的是什么 最糟糕的就是 你这个 这个家里面 最糟糕就是你家里面 你的客厅和你的厨房 哪一个比较亮 客厅比较亮 那恭喜你 这个是标准的洋宅 如果是厨房比较亮 客厅没有厨房的亮 就是你的厨房比较亮 你的客厅比较起来 厨房比较亮 那个是阴盛阳衰的地方 要注意 都要注意 所以大家要懂得 要懂得 那么如果西北 如果西北在厨房 怎么办 西北不应该在厨房 如果西北在厨房的话 也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要懂得怎么样去化解 很多人这个就直接的放在他的厨房 他这个就直接放厨房 就可以了 厨房攻击的是谁呢 攻击的是太太 那么我们炒菜的地方 炒菜上面不是有一个厨吗 打开把它放在上面就可以了 镇住我们的炉 另外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九宫化 我再说一次 大家可以 刚才来不及写 现在可以写下来 大门是东 是西北 那你这一支就直接对着西北就可以了 好 来 我们现在 跟大家说一下 师傅什么是九宫图 可以看一下吗 可以的 FS贵人 对不起 我不会读 FS贵人 等一下 我把话讲完 好 一下子我给你看 那不是不是 一下子我给大家看 不是给FS看 每个人都可以看 但是FS提出来 我就给他看 西北可以放水晶吗 没有问题 可以放水晶 没有问题 好 来 注意 注意 我现在先告诉你们 我们一回家 就可以看到九宫图 九宫图 这个九宫图 一定要镇 我告诉你 什么东西啊 都不要拿来开玩笑 天珠 不要拿来开玩笑 天珠 一带在身上 是自己的运势的 我告诉你 如果你的运势 被天珠砸坏了 你是很难修复的 我再说一次 我再说一次 如果你的运势 被天珠砸坏了 你的运势 是很难修复的 记住这句话 所以九宫 不要随随便便的去买 不要随随便便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 风水师 我很 我很需要 我很需要 正确的东西 去让我的贵人们 享受到 他风水的好 生活的好 运势的好 事业的好 财富的好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这就是我的工作 而不是随随便便 落落卖 所以当我回家 我就看到了九宫话 我一回家 我就看到了九宫话 那代表什么 代表着你的先生 代表着这个 谁都好 谁都好 出路平安 但是你的先生最主要 第二个 我从厨房走出来 我从厨房 走出来 就看到九宫话 我从厨房走出来 我就看到九宫话 就看到九宫话了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呢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对你的太太 比较有帮助 就对你太太比较有帮助 我要出门的时候 就看到九宫话 是对全家 这个孩子 子女 有帮助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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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 这个方式 很重要 那么只要你们知道 九宫话 以前六百多块 就是这么小 我告诉大家 真的 就是这么小 而且是什么呢 而且是印下去的 印下去的 就那么小 一个牌 红色的 就是这么小 现在好像便宜了 三十年前 就是六百多 七百多 一千多的都有 就是这么小 它是喷下去的 喷下去的 现在呢 现在应该是四百多块 就是这么小 他们是喷的 喷的 喷的 那么九宫话 它为什么力量那么大呢 因为是我们的 这个莲花生大事 它是以什么呢 是以这个生肖 九宫 八卦 它是以种种的这些 全部合成一片 那么能够帮助 很多很多 这个家里风水 出现问题 店面出现问题的 我可以告诉你 在我三十多年前 我就知道九宫话 但是没有这个本事 那九宫图 可以放在天花板吗 天花板 我觉得不是 不好 因为九宫图 它不是帮我们灌顶 它不是帮我们灌顶 GC贵人 它不是灌顶的 你要灌顶的话 就是财神经 经本 我们里面就是有经本 你走进去就是灌顶的 这个经本 那个是财神经 就是你一进门 上面就是一个财神经 你一进门 上面就是一个财神经 这个是很好的 帮我们灌顶的 你要用这个 师父 我从厨房出来 看到要是佛话 好吗 可以 所以大家要明白 我再说一次 大门你一回家看到九宫 那就是让你的老公会更好 合家平安 你一旦从厨房出来 就看到九宫 那是让你的老婆好 那么全家也平安 那么你如果要去做宫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九宫 那是让你的儿女好 那全家也平安 所以这个很重要 来 我们今天拿九宫给你们看 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九宫 这个就是我们的九宫 大家家里面是不是有一支笔啊 是不是有一支笔 我大概这样子放 你就会知道了 你看多大 这个跟普通笔是一样的 你就知道了 45乘65 看到吗 45乘65 45乘65 感谢观看